2024年刚开年,就在市场一片乐观与期待美元即将降息的时候,美联储三把手却再次放了狠话,难道这是要反转了吗?美元加息事件横跨两年,充满了重重迷雾,就连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那些大人物们到底在玩什么?最近贝莱德CEO在一次专访中,不小心透露了内幕。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充满了对美元降息的预测和呼吁,但是美联储仍然不为所动。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发表鹰派言论,威胁要继续加息,恐吓市场,有人说他是嘴炮加息。或许发现他的讲话大家已经不感冒了,这次换人出场了。 当地时间1月10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通常被认为美联储三号人物的威廉姆斯在纽约发表讲话。 有人认为,相比此前他的强硬态度,威廉姆斯的这次讲话口风显然从英转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讲话充满了危险。 威廉姆斯再次强调了2%的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并表示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完全实现目标。 只有确信通胀正在持续向2%迈进时,才有可能放松政策限制。 就在一个月前,去年12月份,威廉姆斯曾经声称,美联储根本没有真的谈论降息,必要时还会继续加息。 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也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 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3.4%,创下三个月最大升幅。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3.9%,同样超过市场预期。 这是什么诡异情况啊? 美联储一放歌,市场一乐观,通胀数据立马掉头向上,难道大家都觉得日子要好过了,又拼命花钱? 我们只能说,美国人真会玩。 这样看来,美元极有可能长期保持高利率,甚至有可能再次加息,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多次讲过,美元加息就是一场极限施压,要把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背后大资本加的全球利益最大化,所以只要美国经济没到极限,能不降息就绝不降息,甚至能加息就一定会加息。 通货膨胀只是表面借口而已,或者说是反映美国企业和家庭库存资金是否耗尽,是否即将崩盘的一个重要数据,美联储通过这个数据来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已经达到极限。 美国的大资本家盘踞美国,掠夺世界已经上百年了,他们的贪婪是难以想象的,美元加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们不会顾及美国中小企业主的死活,更不会管美国民众的死活。 很多人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甚至认为这是阴谋论,最近贝莱德CEO在一次专访中,不小心透露了美元加息的另一个内幕,更加惊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1月5日,日本经济新闻就2024年通胀是否已过峰值等话题,采访了美国贝莱德公司的CEO罗伯特·卡皮托。 当时,记者问道,美国加息进入收尾阶段,可能转而下调利率吗?或许是不小心说漏了嘴,罗伯特·卡皮托说,我认为,美联储实行大幅货币紧缩政策的局面已结束。 不过,利率将长期维持现有水平,理由之一就在于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 这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美元高利率给巨额财政赤字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要还更多利息,不堪重负了,所以才要降息啊,怎么能反过来讲因为巨额财政赤字才要保持高利率呢? 所以,罗伯特·卡皮托绝对是话里有话。 有专家分析认为,美元加息极限施压的对象,也包括美国政府,特别是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他们一直未能就美国2024年度预算方案达成一致。 美国2024年度预算方案,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两年高额财政赤字的路线,预计预算赤字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相比2023财年1.695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又高出不少。 目前,美国政府2024财年第一财季预算赤字总额达到5100亿美元,同比激增21%,这说明要救美国经济,必须继续大把撒钱。 在这背后,是美国的大资本家们在掌控一切。 过去两年,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美国经济没有崩溃,就是因为同时实行了高额财政赤字大放水。 所以,大资本家们显然是希望保持高财政赤字,脱抵美国经济,从而支撑美元保持高利率甚至继续加息。 但是,共和党在众议院却迟迟不肯通过2024年度预算方案。 这就是贝莱德公司CEO所讲的利率将长期维持现有水平,理由之一在于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背后真正的内幕。 所以,美元加息降息表面上看是集体决策,背后都是复杂的博弈。 这场游戏,恐怕没有市场期望的那么乐观,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中方刚建完布林肯,美中院就通过两项涉台法案,要求把中国踢出G20。 日前,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并与美方进行了对话。 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找住了机会,实现了与刘建超部长进行面对面交流。 对于此次对话,有不少媒体都联想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毕竟这次会晤的时间,就是在台选举开始投票的前一天。 而关于此次交流,也确实是提到了台湾问题。 按理来说,不管美国打着什么样的心思,这次寻求与中方对话,其实是有缓和关系的意思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布林肯得到刘建超部长会见的当天,美中院就出台了两项涉台法案。 据俄媒报道,在当地时间12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台湾保护法案以及不歧视台湾法案这两项涉台法案。 而这两项法案的内容,针对性可以说是十分明显。 其中,所谓的台湾保护法案中要求,如果台湾地区的安全等问题,因为大陆的行动造成了所谓的威胁,那美国应该在最大可行范围内,把中国排除于20国集团以及国际清算影响等组织之外。 至于另一项所谓的不歧视台湾法案的主要内容,则是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地区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参与该组织的相关活动,并为台湾民众提供在该组织工作的机会等。 不难看出,这两项法案,其实都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更是美国肆意违反对中国政治承诺的典型。 而这两项法案的内容,也再次说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首先,美中院此举无疑是在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 说实话,通过所谓的涉台法案等行径,一直都是美国惯用的伎俩,一般来说,其目的就是向岛内某些台独分子强调美国的挺台承诺。 而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美中院再次通过该法案,其目的不言而喻。 坦白来说,美中院此举,不仅是在隔空支持民进党当局,更暴露了当前美国的真实态度。 虽然近段时间中美之间进行了数次对话,布林肯也对刘建超部长举行了会晤,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险恶用心依旧没变,美国想要插手中国内政的心思也没有任何收敛。 其次,美方此举,也说明了在台湾问题上,需要提高警惕。 中方曾多次强调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 但美方的做法却是对台军售,与台勾连。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被爆出有意派遣代表团在台湾地区选投票的当天窜台,现在美中院又通过了这两项涉台法案。 以上都说明了,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美国似乎是有意通过这些行为来介入选举。 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指出了,台湾地区的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不容外部势力干涉。 说白了,现在美国想方设法要在台湾问题上作妖,就是看准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敏感程度和关键性。 通过法案也好,派员窜台也罢,都是美国借机插手台湾问题的手段。 最后,这也说明了中美关系依旧存在诸多阻碍。 只要美国不放弃干涉台海的心思,那中美之间就始终存在一个难以忽视的分歧,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因此受阻。 从表面上看,美国其实说过很多次,想要与中方缓和关系,不寻求打压中国,不寻求引起新的冲突等, 但实际上,美国的所作所为,和他说的,承诺的,完全是两码事。 这一点,只要稍加了解美国做派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现在美国又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这摆明了就是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只能说,现在美国压根就没打算掩饰其插手台海,甚至是介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险恶用心。 而对于美方的这种行为,最好的警告方式其实就是实际行动。 换言之,言语上的警告美国根本就不会当一回事, 美国自己的承诺也根本就不能相信。 不管是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还是台湾问题上, 能够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永远是自身的实力。 正所谓在国际交往中,国防才是外交真正的后盾。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只有依靠自身的实力, 才能够做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